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我同学会做总统参选人 Oh my god 侯友谊 你好 真厉害 厉害 厉害 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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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高 也不知道厉害了 我们你小时候在家里铺子写作文 有没有写过说长大要做总统 什么也没有啊 写什么 我写过长大要做总统 真的 你多少写啊 那你现在也可以啊 学到高中就不赶紧写了 怕被抓起来 叛乱罪 颠户国家 真的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可是你说实在 你看高中毕业到现在 你做公仆做了一辈子 50年 没有错 公仆一辈子 一辈子 公务员 对对对 我想问你的就是说 就公务员的一生里面 其实从警察开始这样一直做下去 国民党其实在很多本省来讲 外来政权 外省人 对不对 对 其实跟尤其我们嘉义 就南部你们这种本省人来讲 其实是有距离的 你怎么会愿意当公仆 而在国民党体制之下 而且他现在要做国民党的参选人 这一路这一路以来 你觉得在在你的警察体系里面 或在你在公务员体系里面 你觉得有说的这种外来 所谓本省人讲说 不管怎么外来政权 外省人的欺负或什么样吗 有吗 这样来说了 我要讲两段故事了 你要知道我们要考当年的警官学校 那教官 得高我你知道吗 得高 碰碰叫他 对 你说我们高中的教官 高中教官不是一个得高我吗 他结我两个过 对 当然对我不错 对你两个过 对小顾 可是后来他住阳明山的时候 最后在阳明山我还碰过他 真的 可是德国很多人很喜欢他 对 对不起 跟各位讲 他那个帽子戴高高的 他是 他是山东人干嘛 口音很重 眼睛有点 生 有点 那个铜色 然后我们小 我们小时候叫他德国的 因为他想像像德国的那个 德国军人一样 他鼻子也高高的 对对对 他德国 他是那个山东学童类似的 对 是因为我要考官校嘛 你要考陆军官校吧 不是 要考警官学校嘛 他说哎呀 你要考警官学校 你应该要加入党啊 对对对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才16 17 8岁 那时候都要参加党嘛 对啊 你要考这个学校 你就要参加党嘛 对 那我就民国64年就参加了 一直到现在 没有 那64年参加以后 63年 我们63年就我们高中毕业嘛 对吧 高中要毕业那一年嘛 那参加以后 其实我跟党没有连结嘛 尤其当警察 哎根本就行政中立嘛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 我对党就没有什么联系 那一放这当中啊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哎夸心本性啊 嗯嗯嗯 算是我这个警察还是一个咖嘛 你回来做警政署长嘛 对嘛 那当年我在当桃園 现在桃園市警察局长 对 阿伯当总统嘛 对 他已经帮了一个警察 经营入党 嗯 哎 你是警察 嗯 第一汉将 嗯 你来加里面政党 你的战绩太多了 啊就是 千岛胡 陈进兴 对啊 当年他又是我的市长 对啊 又当了总统 我心里在想 要继绝也不是 不继绝也不是 后来我还是继绝了 最主要是什么 我跟他讲了一个道理嘛 警察保持行政总理 嗯 抓坏了没有分党派 嗯 然后对的事就做 不对的事就不要做嘛 嗯 啊其实 我那时候真的是把委婉拒绝掉了 嗯 那后来 我到了警政署长 又到了新北市的时候 那这当中 其实我就失联党员嘛 就没有回去嘛 对 那这当中 其实民进党对我也不错啦 一直要我去代表 民进党去参加 加一线 对我 县长选举 后来就到台中市选举嘛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警察 做警察署署长 你最大了 说实在话 嗯 然后后来呢 马云九上来的时候 你去做警察大学 我还去看你嘛 对 警察大学的校长 你叫我去演讲 还问你去演讲 有啊 对 没有给你中棉位啦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算是下放啊 嗯 算是对警戒来讲 警戒来讲 是算是从 最重要有起立的人 转到一个文官体制的 所以我说你那时候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 噗 噗 不会 我从来不会这样 你要知道 你要走着 要不要走着 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我也讲你听 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以前我是带着带枪部队的 最重要指揮官 到警察校长 我第一天干嘛 刚好开始放死教 我说来来来来 校长带你们去打扫校园 哎 好久没有打扫 嗯 打到这个手啊 都皮碰怕 嗯 都烙费 哇校长 你是署长来了 第一天在打扫校园 你自己亲心 亲密亲为 那我也很开心啊 哎呀 每一个职位我都很开心 因为你今天那个目的不一样嘛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在 人生到那个时候 我们都想从南部上来嘛 对不对 不管是做警察 还是我们在演艺圈 人生总是起起伏 对 都是经历了 哎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福报 考验 对我也觉得 那是考验啊 家中的时候你看看 对不对 家中学号还记得吗 学号 10246 10816 都是6 不是都是10 10啊 10就是很重要啊 如果留级的话就要改啊 对对对 两缸都不能生 对对对 后面还有两缸三缸 对 你又说那个时候 我已经跟你聊天很有意思 各位听众看看这画面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都穿制服 有没有衣服可以穿 现在西装衬衫 我两个T恤 大T恤 人生变化很大 不话说回来 你如果说在一个国民党体系里面 严格讲比较保守 也比较 本人是那时候很稀 说就用很多话来讲 是外来正确 当然我不这样认为了 在某方面来讲 后来又说 都是很多外甥人 你正在这个体制之下长大 你也不认为 受过什么委屈 其实 不仅他比较中立了 因为我其实 我真的跟国民党连结比较大的时候 是我开始要选新北市长 我才会回到国民党 那其实政治这个领域里面 因为你不是常议在这里面 我当警政署长不可能 我到新北市当副市长 我也是算公职 我也不管党务 因为我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是不是到了我要选举的时候 想一想还是加入国民党 因为你本来就是国民党 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就说 所以你加入国民党的时候 我说他有一些外面人看他的特征 但是你还是愿意服务 你还是愿意服务这个政党 因为那个是正在战开 那时候我加入国民党 是国民党最不好的时候 因为他说国民党 讲真的一句话 总统大选败了 地方选举不好 然后想想如果政党一党独大 决定不好 国民党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代表着我们对一个国家 很重要有一个历史奄言的背景 跟我们的想法会比较接近 所以当时回去国民党是看到国民党不好 你总是要大家要一个平衡 把他平衡掉 所以你还是义气 不叫义气 这是一个使命感 所以我回去 其实我第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让国民党人站台 因为我觉得地方选举 就靠自己就够了 而且我地方经营 看实在我仍既知道 没人算太亲 所以第一次选举 比方说几句话 我跟政治连组度很低很低很低 那时候有人讲了 也不太为别人站台等等 不政治就是风风雨雨啊 政治风风雨你就听听就好 不过每一个人有没有个性吗 你这个带枪带刀去跟义气 拼命的 政治可怕还是 还是那个可怕 政治要义气比较单纯 现在义气也不一样 是也不太一样 不过平衡讲一句话 捏到个乖嘛 一百件嘛 一零度嘛 政治不是啊 政治大概在那三百倍啊 那看个眼神是什么眼神 你要去猜啊 多累了一件事啊 OK 但是 人一进到这政治圈 你只有一个目标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啊 你的信念很重要 你的信念是什么 我的信念很简单 就是像我进官校信念一样 保家为公 就四个字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 小说就有吗 没有 我进官校 才有 我进官校真的把它培养出一个 就是为中华民国效忠 为台湾这块独立空闲的人 因为其实 我是官校 里面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人 你点点啊 我都点点 我鼓励 小人就是这样 点点啊 但是我比较的事 前提帮我鼓掌 真的 我拿到官校最难拿的 荣誉奖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到 官校怎么拿荣誉奖 官校 每个系都有第一名 不稀奇 但官校有一个奖 其实没有人可以拿得到 就你每天啊 早上起床 如果集合迟到扣分 棉被没有做好扣分 这个宿口被没有摆好扣分 对啊 那 客套学长不经理扣分 老师不经理问个好扣分 上课打过这扣分 你 而是全民监督 学长监督学弟 老师监督你 四年了 你要活在四年了 每天有上千个眼睛监督你 一年级进去大概都破功了 你都没有过 完全没有被扣分 所以 也有没有人知道 上台领奖的时候 哇 奇迹啊 这个人怎么会拿到这种奖啊 你高中时候也没有那么乖 人家知道吗 还好啦 我是躲着乖 你点点的啦 躲着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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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后宇宇这样子 谁知道我这个 同学现在要参选总统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侯友宜 说起来 你是到官校的时候 才开始真的有保家卫民 这四个字 很强烈在你心里面 种在自己的心田里面 因为我总觉得 官校养成我一个叫做团队 现在年轻人 不太懂这个 保家卫国 因为你每天升旗吧 每天升旗 我觉得那个不是例行性 就像有时候你在练圣经一样 靠下好像不那么一回事 但是有时候你潜移默化 医事感 就是那种会让你 感动 而且我们整个人很感恩 因为我当时我到官校练书的时候 我一个人 爸爸主给我50块 那时候我一张车票 50块 一张车票多少钱 做平快的 平快 平快不说还做普通车 普通车12个小时 平快大概8到10个小时 大到4个小时 平快是108块 你50块怎么办 50块还好 官校养我 官校一个月给我花0公斤50块 那我4个月就可以有200块 200块来回车档216块 加一加我还可以 说起来是公家养你吗 养我嘛 所以是国家养我长大 她是我第二个妈妈 开玩笑 今天没有国家养我 我今天怎么可能坐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感恩啊 媳妇啊 对有时候这个军公教的孩子啊 或者说过军公教 比如说读过官教 或者怎么样 真的有这种心 会有这种状态 好你后来反正是新北市的时候 你真的又回到党里面 你也愿意为这个党去服务 开始有些信念 到现在要选这个大位了 那中间有些过程 从初选啊 从初选开始 然后呢 大家 我没有初选被征召啊 对被征召 我说不管 从初选开始 就这个很多人说 只选郭台铭 就是不要选侯友谊 后来呢 又碰到这个 民调低 又蓝白河 然后赵超康跟我讲的 赵超康讲话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他说 柯文泽指着侯友谊面 讲说 你又当选不了 然后又经过这个军乐的这些大戏 我看你在路上 在那个桌子前面 那个脸僵成那个样子 我有点同学吧 没有办法嘛 从小就认识 你很同情 不管这个 我们做 我看这个中间有一定有很多委屈 有很多委屈 这个一个做警察署长 以前拿着枪帮兄弟这样子 你一个兄弟眼睛被打的 打瞎 那个 打瞎头脑打爆的都有 这好情没打爆 我看过你那个愤怒 我们一起吃饭聊天 当然还不讲 然后那个愤怒跟那个 这种委屈你都可以接受 其实这是一个长期训练来的 你记得我们要破一个案子 要逮捕一个人犯 要忍 忍 沉着 忍赖 然后那个嫌犯他一直讲的瞎话 对 还有 你要跟肩埋伏 你要在那边吹风下雨 列入之下 你就是要在那里 等那个 甚至那一杀了 才能够成事嘛 我跟我们同仁讲 有时候不要急 不要太冒进 等到判断很精准的时候 才上前去逮捕 这样人家不会说你敢跳 不是嘛 那是嫌犯嘛 我们今天不是在玩嫌犯 但是我们养成一个叫做 纯着 稳定 然后 能够顾前大吉 我常常讲一件事 我跟我同仁讲 说有时候我们打仗 我为什么要站在地线去 我们通常每一次你都是冲第一个 敲门你敲第一个 冲进去你就是第一个 对啊 我说一件事啊 我常说 今天如果打仗会死人的话 宁可死我不要死你 死你的时候我就痛苦了 我走的时候是我家里痛苦 你难过 你在这一辈子你都难过 所以有时候 我经常讲说有时候大个战场 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 同仁的生命 难道必要时候 你要牺牲要换我的生命 这样大家感情才会好 而且我们一定会打胜仗 大家要生死 事实如归啊 一定要这样 也真的经过这种好几次 太多次了 我好几次被枪抵着头 射击了 同仁来救我 我常常 你要抓一个歹徒 谈何容易啊 你打他两拳啊 他也要打你一拳吧 当然 那你说近身搏斗 不打才怪 那一定会打嘛 然后逮捕谁 大家乖乖 尤其我们那时候 你看治安罪不好时 死刑了一堆啊 性侵来杀人 唯一死刑 鲁人柔鼠唯一死刑 结果强盗唯一死刑 哪一个案子不是这样打上来的 真的 不过你经过这么多 生死的关头 这么生死关头 难过呢 还是坐在军乐大戏 那个桌子上难过 我倒觉得 难过 其实那个死死关头是 比较直接啦 比较直接 一次失赢嘛 那政治有时候会 比较细腻 但是我其实我是很坦诚的一个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去把简讯读出来 对我就要问这个事情 那个简讯拿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都在看啦 你说你当然问了柯文哲说 我现在可不可以念你给我的简讯 因为没有你这个简讯 我不会来这里嘛 他说可以了 这叫你念 你就念了 念完之后 他从那一刻开始 他脸色大变 你到今天会不会后悔念那个 虽然经过他同意 因为是这样看一件事啊 你会不会后悔 不会 真的吗 做事啊 难者按做事 做了就做了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 对朋友的一个诚信 这是过 因为有时候 这件事情 我没有去想要去铺成什么 就是顺顺的走走到最后 那我一个态度 我一定拿出最大的善意 对朋友嘛 不管怎么样都是朋友嘛 那 所有的善意一定要做到足 那我讲过话一定兑现 我说等到最后一刻 一刻就十五分钟嘛 我一定等到最后一刻 嗯 少官为什么愿意配合 这也很难得啊 嗯 他还是等到最后一刻啊 嗯 所以 我做人做就是一定要做到 嗯 那我今天做人的事情 一定是公开透明 嗯 问你嘛 嗯 好不好 嗯 同不同意嘛 你不同意我就不做了嘛 嗯 OK 嗯 这很简单的道理 今天 韦中要不要 來訪問我 韦中决定嘛 或是我决定嘛 嗯 很简单 我决定我訪問你 你不来我就跟你翻脸 哈哈哈哈 翻脸是两天情绪啦 不是不是 好 真的嗎 你又混合一辈子 我不需要 你要做 你要做 你要做我的公譜 你要好好保护我 你要好好保护我 但是這是另外一個情绪了哈 但是我們等一下再聊好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我是韦中 歡迎收聽 我收到哪裡了 我們邀請到侯友宜 OK 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問周二康是他家人呢 非常反對他當副 選這個副總統 然後呢 吃這個烤肉都不讓他去 你這個事情 家人你看你太太孩子都 你連孩子聯絡簿上都不能 都不敢寫侯友宜的名字 怕這些受到影響 你一被做公譜就算了 對不對 你看 這個不管後來做新北市市長 跟方美來講 太太也不要牵扯到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租房子啊這些事情 孩子呢 基本上從來都不亮相 那這個事情你跟他們商量過嗎 有啊 商量過 商量過啊 這個都是大事啊 你在 你也是住在女人國裡面嗎 對啊 三個女兒 一個太太 大概三四十平的房子 孩子們回來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跟他們聊聊天嗎 因為孩子都很獨立了 也長大了 都很有成就很好啊 沒有成就 就是啊你個心情嘛 過自己的生活嘛 這個 老婆跟三個女兒 這三個女兒你最怕哪一個 我 我大概都不怕了 你算了 是我都不怕 但我都怕 哈哈哈哈 你有跟 你怎麼跟家人就說你要去 要選總統 這個啊 很難開闊 忍了很久才開闊 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跟我講什麼情況 吃飯 心情到了最好的時候 吃飯最好的時候 還是 還是 選總統 每次選選人 吃飯 心情最好的時候 拋 欸 國民黨徵召我 我要去選總統 好不好 沒有人 刷 每人連都垮下來 都在旁邊嗎 都在旁邊啊 都不講話 筷子放下了 啊 你讓我沒辦法生活嗎 哈哈 真講 欸 太太跟三個女兒全都反對 全都反對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一個站在你這邊 沒有一個 完全不會 我選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抗爭很久了 欸可是你從小做公譜 這麼忙 孩子跟你感情都還很好 你有時間陪他們嗎 我幾乎沒有時間陪啊 那感情怎麼陪啊 其實我們都是靠那個 紙條傳感情 真的啊 我家有一個大冰箱啊 每天我拿那個貼紙 或者拿那個磁鐵的靠 都這樣子 有什麼事交代一下 寫在上面 這麼多年都這樣子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現在家沒有了 現在因為長大出去了嘛 對 小時候都是這樣子啊 那太太也太太也很少 太太很少 太太很少過我聯絡啊 你們兩個是什麼 吃便當認識的啊 哪有吃便當 是剛好一個朋友聚會認識 認識以後 我說我要請她吃 你那時候的警察啦 我那時候剛畢業沒有多久啊 第一個認識的女朋友 多稀奇啊 應該是第一個 第一個 就永遠一個了 你這麼碰到馬子 應該是都很害羞的 不是害羞的 沒有膠啦 沒有你那麼厚啦 像那一回那麼厚 我學都學不啦 我不要說 你這輩子值啦 你少來 你懂什麼 我不懂 但我起碼也看過啊 好啦不要講那個 不要講話 不是說我訪問你吧 對 家人後來呢 我們就回來 家人說你要選總統之後都反對 反對 那你怎麼跟他們講 我當天就不講了 我講話 當天再講就 換就吃不下去了 OK 那大家把飯揹一揹 就拜拜 隔兩天再吃飯 曾招你 你是什麼 多久決定的 你有沒有去思考 其實我當時心裡還想啊 如果有人選 就不需要我選啊 我很實在講 因為我覺得說 我在新北市當市長 我可以幫人家選嗎 幫人家扶選就好了嗎 但是我也講過 因為那時候 因為選舉 新北市選完的時候 大家對我 有些人是有期待的 所以我就講過說 你這一輩子如果 我們黨徵召你的時候 你會不會 決定去做這件事情 我心裡想那時候 因為 因為台灣那時候 最不穩定的時候 就是因為 俄武戰軍打起來 兩岸開始戰績 一直在揮了嘛 所以我就講說 保駕衛國是為一輩子的信念 如果國家真的需要我 我義無罕顧嘛 我就自己講了 講出去我就不會收回來 我也是講了這段話以後 才回家溝通 我老婆說 什麼叫義無反顧 你對我有沒有義無反顧 我說我對你也是義無反顧啊 他也說不動我啊 說不動你 因為後來我跟我 你又講一段話了 對我要聽你 你怎麼跟女兒講 我說喔 爸爸這一輩子 沒有幫你決定什麼事 你們要去國外練書 你要在哪一個學校 你們要怎麼生活 找什麼工作 我有問過 你有問過我嗎 你就不贏了 對不對 就這樣 你的人生活我都告訴你 你自己決定嘛 你問我都說你自己決定嘛 你的人生能夠走到今天 不是你自己決定了嗎 爸爸自己的人生是自己要決定 那我決定告訴你的時候 不管如何 你以前決定我都是我支持你啊 這次爸爸決定的時候 你一定要支持爸爸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你都要支持 因為大家都一家人嘛 你可以用另外一種形式的支持 不見得要站出來 但是你在悉尼上 或者在口頭上 給爸爸一個力量就好了 OK 我們要幹嘛 那你是一個一個攻堅的 還是分開攻堅 先對太太講 再對一二三三個女兒講 各別來 各別攻擊 不要急 各別各別來 每一個孩子個性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各別 各不各別溝通 有的孩子大概有 六分的比較支持 有的孩子零分支持的 OK 那從六分的來吧 OK 六分的可以影響到五分的 五分的可以影響零分的嘛 有沒有孩子問你 或者太太問你說 要不要我陪你去上台數學 沒有 目前沒有 不過我老婆最後 我老婆講這類一句話 還是老婆好 你會很好 但老婆更好 老婆說 不要這樣 我老婆說 我老婆說 這一輩子我從來不拋頭落 我就當一個家庭主婦 孩子照顧好 那你選市長的時候 我也沒有去幫過你的忙 我是最後一頁 你逼得我要出來說謝謝大家 才露一次臉 那我就消聲匿跡 那這一次你如果要選總統 需要我的時候他要站出來 這一句話就夠了 站不站出來已經不重要 他已經願意用行動表示 對我的支持 所以老婆給你 乾脆多了 你老婆跟孩子 有沒有問你說 你真的選總統了 你真的選總統 因為你真的當總統 你想做什麼樣的總統 孩子有沒有問 你還是年輕人 年輕人都有理想 那太太不要了解你了 有問過你嗎 有問過我說 爸 你那個時代年輕人不見得喜歡你 你一定要做出讓人民有感 不然的話 你這個做總統也是白做的 其實我的個性是這樣子 其實我人生只有一句話 做什麼要像什麼 而且更重要 下來的時候 人家會講一句話就夠了 你在做市長做得不錯 你在做總統做得不錯 你在做市長做得不錯 你在做市長做得不錯 不錯一句話不錯 就是我的人生的全部 我是希望做什麼位置 就是下來的時候 你在做市長做得不錯 夠了 我是要這一句話 不錯你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就是要知道 你在這個時代的環境裡面 你什麼樣狀況 人民需要你幫他 人民需要你做什麼事情 你覺得你就做得不錯 這樣而已 長輩需要什麼 年輕的需要什麼 我們下一代未來的計劃是什麼 了解 要做這個就不容易了 奇怪呢 其實我人生只要一句話 何友宜在做市長也做得不錯 做行事也做得不錯 做總統也做得不錯 就好了 如果你這樣做業界 你也做得真好 你不是不錯的真好 休息馬上回來 大家好我是王中 歡迎收聽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要請到侯友宜 現在在這個國民黨要參選這個總統 剛才說你跟家人 孩子聊到年輕人 那現在這個年輕人的選票 跟中間選民選票是國民黨現在最需要 沒有錯 孩子也跟講說可能年輕人不認識你 或不喜歡你 因為年輕人那個時代 不知道我長年那個時代的整個狀況 年輕人也不喜歡提你 當年有什麼都勇敢 我覺得那個都是不喜歡 就像你當爸爸 你老是說你年輕時候都怎麼樣 小孩也會煩 當然 不需要 那其實就是說你未來可以 靠表現 你是說你未來用什麼方式去做出來 讓人家能夠感動 或是做出來 你起碼可以看得到未來 人家有幾個機會跟希望 這才是我該做的事情 我們這行是常跟年輕人在一起 其實年輕人就是要機會 對就是要機會 好那我問你 是不是開始國民黨有些人 包括你自己或者是趙日康 想上一點這種年輕人 或者是說現在的新媒體 或網紅的節目 有沒有這樣講過 有啊 所以你準備上一些網紅的節目嗎 以前上過啊 像館長他們這些 館長也上過啊 但是有沒有其他節目 我可以上的我就盡量上吧 可是如果讓你做一些 你可能跟你的價值觀 各方面不一樣的事情怎麼辦 比如說了 這兩天黃國昌 我看到上賀龍的一個節目 那賀龍呢是接博恩夜夜秀的啊 博恩夜夜秀呢 柯文哲上過啊 龍介兄也上過等等等等啊 他們有一個就是 年輕人節目就是求你嘛啊 玩你 類似這樣子 那年輕人覺得好玩啊 沒大沒小 他們覺得有沒有距離 像比如說黃國昌上了 黃國昌回答的還蠻好 然後呢 賀龍就講說 他是一個咆哮的一個立法委員啊 很咆哮 所以就有一個劇本 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純情醫生 這個俏委員 說的純情醫生呢 就說柯文哲 那現在 他現在黃國昌是不分敘利委嘛 就讓他做 然後 那個俏委員 就他們兩個人一些親密關係 就讓他念一個劇本 然後用咆哮的方法念 然後裡面他就念 按照那個他們寫劇本來念 說這個醫生 開始用嘴巴含住我的喉嚨 用力一吸 讓我一陣酥麻 很咆哮講 然後呢 我都讓我這個 一陣酥麻 都不知道怎麼辦了 就說我都要打葉科膜了 然後醫生跟我講說 好我幫你 讓我 但我會小小的插入 這樣子用一點 難難的感覺 如果讓你做這樣的事情 讓你去念這個稿子 上這個節目去討好年輕人 讓年輕人覺得你沒有距離 你做得到嗎 這有什麼困難的 你要知道我前面當刑警的時候 都要偽裝啊 你會做 偽裝 偽裝 偽裝幾話了 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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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看我們要 在路邊 你可以扮演癱瘓 乞丐 甚至抱怨情侶的 甚至在榮子這個場合裡面 每一個角色你都要扮演好 用語用詞 還沒有人要一樣 所以我雖然不是戲劇戲的 但是在隱藏於無形 要抓人的過程當中 你每個角色都要做好啊 這有什麼困難 所以 來不來一段 不不不 這個我沒辦法 雖然我做的一行 那我覺得 我覺得一個人最好還是 理表一致的表演 每個人不太一樣 那比如說我看韓國瑜 以前選總統的時候 上過博恩夜夜秀 也把腿盤起來啊 在地上這樣子 跪著這樣走 那個厲害 那是我 我如果做節目 我不會要求他這樣子 但是 年輕人做 無可厚非 那他也願意這樣表演 我看的是 我看的是有點怪怪的 這對我來講 但我年輕人做這種節目 我可以讓他們做 可是我個人 我會怪怪的 讓我上台做樣表演 我耍寶可 那樣表演 我做不出來 有一些事情不要over就好了 因為有些東西你太over 把你的言行都扭曲得不好 但是有些事情 就是一個 也不叫表演 就是一個很開心 然後是一個好開玩笑 那我覺得很OK啊 所以你還是有分寸 就說當然啦 可以做到一個地步 但是到某些地方的時候 你就說 你叫我講髒話 我也沒有本事了吧 哈哈哈哈 好 私底下啊 可以打打屁可以吧 對不對 這選舉之中啊 有很多 很多奇怪的問題記者會問 很多狀態你會講錯話 因為人太多 或很多情況之下 你對這個專業不是很了解 因為你忙事事 忙事事就忙得一塌糊塗了吧 做個總統那樣的人 對外交兩岸 國防很多事情 問你都要回答 不管怎麼都要回答 你在選舉中有沒有怕什麼 或別人可能用傲暴啊 或什麼等等等等 我大概不太會怕啦 因為第一個 我沒有做過的事 人家摘不了我的章 那某些造謠 是選舉必經的過程 台灣的選舉就是這樣子 你不怕這些事 第一個我沒有幹嘛 那會被賭氣了 算了 我就是一句話 算了 因為我選舉不是要來玩家的 玩家不是在這個地方 選舉是要一團和氣 但是選舉就沒辦法 台灣的選舉文化就是不好 你真的不怕在選舉中有什麼事情 我都沒有幹過什麼事 又怕什麼事 OK 但有些東西 比如說有些事情 比如說人家會捅啊 會說你看趙日康 你看 趙商主持節目的 他對任何衣秀都了解一點嘛 對不對 人家說 你得變成趙商傀儡了 哎呦 不帶戲 你還要兩棋 哎呦 還要兩棋 兩棋 但是不要忘了 每個人角色不一樣 職責不一樣 我經常說 我以前帶隊打仗的時候 平安講一句話 我的同仁很多都比我厲害多了 但是每個人角色不一樣 狙擊手的狙擊手的角色 攻堅手的攻堅手的角色 那主歪彎就是我嘛 我槍沒有打著他轉 但是我敢拚啊 我敢衝啊 然後我敢控制所有的現狀 每一個人各有擅長 你看他的優點就好 那我們自己帶隊他們有信心 所以我打仗從來沒有害怕過 因為我願意為我們同仁擋住蛋 這個才是最重要 你這個選舉什麼都不怕 這樣放棄起來就沒什麼意思了 哈哈哈哈 有啦 有怕什麼 怕家人啊 怕什麼 怕家人啊 家人有意見啊 就很頭痛啊 那家人現在沒有意見 包括家人在你的選舉過程 新北市選舉過程中 也有這個房子啊 什麼的問題 干擾到你的家人 沒有啦 因為房子那個都清清楚楚 我的意思說當然還是會被煩嘛 不會啦 不會嗎 有什麼好玩的 你太太也不會煩 一來不回話 二來也不是 我說家人總會說 家人啊 就是因為選舉新聞這麼多 還好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OK 我覺得家人的心態是蠻精革的 你認為只要家人做我的後盾 不會怪我 你就衝得出去 衝得出去啊 這一輩子 這點還這點 咱們家我們兩個有點像 當然啊 同學 嫁給王偉忠人女人是不容易的 不是不是不是 比我還更偉大 不是不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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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後面那個女人比我偉大 我覺得 我今天看你 我們今天這個錄影的時間 是這個12月7號的晚上 我們12月11號會播出 我今天看你早上講打炸 那對的 那個平台講起怎麼抓嫌犯 怎麼去這個治安上面怎麼去這個 因為你說這個打炸這個事情 你不要看這些是騙子 可是他們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 一個組織犯罪 組織犯罪 一個集團 而且有了錢之後 這個就像人家講的 這個人家有了錢之後啊 就很麻煩 就好像這個流氓不可怕 流氓有了文化可怕 再有了錢更可怕 更可怕 文化人不可怕 文化人耍流氓可怕 有了錢再加上更可怕 更可怕 一樣 有了錢什麼 OK 所以你講起那個治安 你是這個防治犯罪的博士 博士 博士不得了 我們同學 我有失誤了 不是誰是而已 是失誤 這些東西講你就很迷人 所以這就是你的專長 我看你說趙薩康在旁邊點點嗎 沒有啦 這不能怪趙薩康 這不是他專業嘛 我說口才這種東西 這各方面來講 我覺得這方面 然後你講到你自己專長的時候 或講到台北市政 就像我上次跟你講 新北市政 溫什麼溫 溫仔俊 無果垃圾山 對啊 樹林啊 新莊啊 泰山啊 像我們做台一甲過去一看 你不錯 那個不好執行 今天做得不錯吧 那個不好執行 六千家工廠 你不能聽得那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你講食物 是很厲害 尤其講這個東西是很厲害的 口才很好 我每一個都到現場去看 所以喔 為什麼辦案很多人 都說你辦案怎麼都會 不會忘記 每一個屍體都是我去碰 每一個現場都是我去看 那每一個嫌患都是我去問 都是我去抓 所以那個印象是一輩子忘不了 對不對 所以你做總統的時候 也不要無聊喔 所以你只管好像在像總統制 要這個 然後你也要管什麼 外交國防 所謂的這個兩岸 可是你基本上很多事情 你還是想 我一定會到第一星 聽聽人民的痛苦的聲音 你不會待在那個 不會啦 待在那裡幹嘛 我也不會那麼多天 不開記者會的 你也不會養貓在家裡 養貓養果跟出來不出來 沒有關係 不一定喔 為什麼 我家有養果啊 不一定喔 為什麼 你以後就知道了 好 因為我都知道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邀請到的是侯友宜 侯友宜啊 侯友宜啊 接下來呢 就有個考試的題目 你要叫侯總統 還沒選上叫他們總統 你現在先叫好吧 不要 你好好選 你努力一點 一定 這還沒有這個 最後一個這個時段裡面 要問你幾個 要考試了 人家講說 這是真實的資料 很多董事啊 董事會 或些董事要選執行長 大公司選執行長 要四個條件 第一個看這個人 是不是很 所謂的誠信正直 第二個看他這個人做事的 執行力怎麼樣 你自己體會一下啊 第三個看這個人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第四個看這個人的願望 跟事業是怎麼樣 董事會要選這公司執行長 我們老百姓就是董事 就是董事長啊 陶基嘛 要選執行長的四個 各位聽眾朋友 看看侯友宜 自己怎麼回答這問題 也想想看別的 這些總統候選人 能不能做到這些 第一個 你 是不是誠信正直 同學不能幫你講話 你是不是誠信正直 這樣子 不用問我 問以前跟我同事過的人 每一件事情 我說到有沒有做到 這是一個誠信問題 第二個 我這一輩子乾乾淨淨淨 做事很清楚 一定用正直面對所有的人跟事 我拒絕人權關說 我跟所有對的事情站在一起 不對的事情一定是對立面 所以你認為 很清楚 正直 誠信就講的話負責任 負責任 我承認不亂扛支票 也不合說八道 不要嚇掰 不要嚇掰 嚇掰比六皮的時間更顧 ok 所以我講話 你承認 承信正直 誠信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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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破這個案子我一定下定截心 常常重回現場 就是勢必要把這個案子解決 新北市 新北市 在困難的案子 只要我下定截心 一定帶著團隊 要做就做 一定展現玻璃 我從來沒有選票的壓力 誠信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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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區幹完表現好了 大人中區 中區幹完再帶他去 那回來基本部 聲線性透明 不用人情關收 把人擺對了 就自行做對了 你新北市自己以前做的計劃 到現在都在執行 都在執行 你看我的關我的捷印 全國蓋最多是新北市 蓋了26公里 26座車站 短短這幾年 所以你覺得你的執行力 一定要有執行力 不要真的不要 不要 不是 你去看 我們用時機 來展現出來 到底有沒有做出來 官公公脫衣 我做的是六都裡面加一加 就是新北市 總區的多 這些東西 你自己講是一回事 反正我們就是 突出一個題目 我跟聽主朋友講 這次上真的是 我覺得董事會要選執行長 很重要四大條件 所以大公司都是這樣選 然後我覺得就考驗你 你跟聽眾朋友講講看 反正這個會有意義有沒有誠信政治 有沒有很高的執行力 第三個 你做了一輩子公僕 你的核心價值 你對老百姓的核心價值 你要做公僕 你要做那麼高的位置 要做總統 你要怎麼樣服務這個 你是公僕 你是我們的僕人的 苦民守苦 小肝太多肝苦人 真的還沒騎到 你覺得現在 什麼樣的人最苦 你最要幫他們 其實是市民經濟 白露味道 做小點 非常的苦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就少是幾家賺錢 那個剛好是名店 其他都很苦 服務業最苦 薪資好低喔 真的好辛苦啊 唉 我說那個平均的眾位數 現在才4點1萬 4點1萬現在物價多高啊 而且年輕人現在也很苦 年輕人更苦 年輕人比我們那個時代啊 還更看不到機會跟希望 對 而且中產台灣的中產也沒有了 變成貧富懸殊 對 中產沒有了 這個社會的故事就少了 對 你看痛苦只是 創始年新高 經濟成長力 只有1.12 14年新低 頻度差距越來越大 可是我們總統說 我們現在總統說 現在是台灣經濟幾年最好的時候 唉 不要探奇好 就總統說了嘛 他探奇好 總統說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最重要還是核心價值 你說公譜 從高中畢業 進官校一直到現在 你的核心價值 跟我的核心價值 越來越遠 會啊 你也是口名屬口嗎 我口名屬口 我肯明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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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職業是肯明屬口 我是提供患樂 我真的講真的一句話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 你的核心價值 就是要 要讓那些幹活人 有翻身的日子 而我們的年輕人 跟你拼到機會 政府就是要提供一個機會平台嘛 讓人家煮個夢嘛 你要讓個夢能夠完成嘛 你這個政府都不 你心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台灣的現象 讓你會想掉眼淚的 真的就從心裡面覺得不舒服 這段時間 其實我碰到幾件事啊 我看人都蠻感觸的 有一天我去城隍梅那邊拜拜 一個在新竹出逛完米粉 一個太太帶一個小孩子 看到我就跑過來抓著囉嗦 人家快掉下來 你要抓總統 你要抓總統 這是我誇張 不可以讓他去戰爭 那戰爭我到 真的這樣講嗎 真的 戰爭就去掉了 真的我看都很感動 我一定要完成這個使命 有時候我看到台灣人的任性 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在黃雲夜市掃街拜票的時候 看到一個蚵仔桑 八十幾歲的老太婆 很老了 嚇到了 賣那個青菜 賣不出去啊 沒有人嘛 我說欸市長給你買 買一買 你趕快回去騙孫 我說市長賣 我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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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堅韌 結果呢 我說好啊 不然我要來幫你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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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看看這些辛苦的所有人民 我們要感同身受啊 真的 你有這個福報 能夠為人民多做事 這是你老天給你的機會啊 你為什麼不好好珍惜 好 最後一個能力 做一個執行長 董事會要選一個執行長 我們老百姓都是董事 要選一個執行長選個總統 四大條件 誠懇政治 要有執行力 要有自己的核心價值 第四個 要有願望 跟這個視野 Vision 要視野 因為你現在還沒有做這個總統 你的視野 對台灣的視野 你希望台灣人民以後的願望跟視野 是什麼 我最大的期待 當然因為現在 國際情勢跟兩岸關係的緊張嘛 大家可以顯而易見都希望能夠平安才是我們最大的福報嘛 那我最期待的就是把兩岸 現在的緊張狀況把它穩定下來 那在國際情勢裡面 能夠讓國際化的台灣 多接觸很多的經濟貿易的夥伴 強化我們的經濟實力嘛 堅持我們的自由民主價值 讓台灣能夠穩定的走下去嘛 所以台灣在這樣一個狀況底下 平安 然後讓經濟國際化 所以台灣面對國際的挑戰 台灣其實人才被除啦 然後只要大家團結 我最大限大家團結 不要分你我 不要分族群 更不要分黨派 團結台灣 不要老是那個講那個 那個講那個好無聊 嫌疾不是在嫌口水 嫌疾是要嫌好好做事的人 所以我不太喜歡這個樣子 對我們今天不能講那麼細節了 只能夠在時間的範圍之內 只能講到這一些了 反正這個你的視野跟你的願望 等你當選之後 你要去怎麼去做 大家都眼睛都可以看到 我一定可以做 但是讓你先講出來 不過我們有一個同行 叫他唐湘龍 唐湘龍講了一句話很有點意思 所以這個我們要選一個人 就晚上能讓我們好好的睡覺的 安穩睡覺是誰 各位自己看 他都用人中看鏡頭的 可是我記得一點 我這同學講的 聽著朋友自己參考我講這句話 我記得那個時候 白小燕命案的時候 如果你就回想那個時候 真的大家都非常緊張 開車做事都要看看到底 有沒有那些嫌犯在旁邊 你那個時候在五官 那個在天母 你進去處理事情 我記得一進去就一拍子彈 啪 掃完了 掃完了 那個長彈架 對 外面都聽到聲音 所有鏡頭在 我們只聽到聲音 後來也跟你聊天 然後你進去 把五官的孩子抱出來 整個畫面 當然很多人沒看到 那個白小燕事辦完了之後 曾經被抓起來之後 開始大家開始慢慢睡好覺 謝謝 那是我應該該做的事情 你的責任重大 這就是我該做的事情 同學 需要你的鼓勵 我們都需要 我鼓勵所有候選人 但是今天跟你聊聊天 讓聽著朋友聽看你怎麼講 很多人都要好好的睡一覺 真的 我也需要好好的睡一覺 讓國泰明安 我就可以好好睡一覺 你先不要睡 你先讓我們好好睡一覺 你才有資格睡 你要做公譜 其實人生啊 就像偉忠說的 堅持一個價值跟信念 讓大家都能夠平安 平安不是大家 我家也會平安 所以孩子們跟我一起成長 也許他會反對我很多事 但看孩子們平安的成長 我就很喜悅 所以這是大家最衷心的叛亡 OK 謝謝侯友宜 因為我們都很公正 所以我們也希望賴清德啊 跟柯文哲啊 都能來接受這樣子的 晚上聊聊天 講點真心話 就看他們來不來了 中廣 OK 謝謝 以後你當總統 我當什麼總統 因為你不怕趙少康啊 趙少康當副總統 你就可以當總統啊 趙少康怕我 趙少康怕你啊 所以你當總統 他當副總統啊 我不行 我沒有那個能耐 我沒有那個能耐 我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重 我服務大家 讓大家開心就好 讓被我訪問的人 說說真心話 讓大家自己感覺就好 謝謝 感謝 謝謝 拜拜